变法之前 他就找太后 您看我要想这个变法成不成啊 太后说 俩事你别干 别的我不管 第一大清国号不能改 听说要改成叫中华帝国 这不行 大清国号不能改 大清帝国这国号不能改 第二 辫子不能缴 只要这俩事你不管 你不干 其他事我不管 你随便变 光徐特高兴 回去开始颁布诏书 开始变法 一变 慈离太后这叫引蛇出洞啊 对吧 你干了事了 天下沸腾啊 老太后开始磨刀了 皇上想变法是好事 问题这变法得一步一步来 皇上一百零三天 颁布了三百多道变法诏书 一天几道 三道 这个地方官啊 狮子多了不咬 是债多了不愁 您给我这个变法措施 我连这六还没执行呢 您现在已经二百四了 索性我怎么样了 我都不执行 所以变法措施 完全就是一帮书生啊 闭门造车 想出来 在中国根本就怎么样 实行不了 然后还把守旧派全给得罪了 于是这个慈禧太后任命荣禄 兵部尚书 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 入职军机 掌握了什么 军权 这个守旧派 组织的这个虎神营 守旧派的部队叫虎神营 中国大刀耍的最好的部队 为什么叫虎神营 虎吃羊 神捉鬼 所以虎神专灭羊鬼 为什么我们这个 我们的部队叫虎神营 因为我们灭羊鬼子 虎吃羊 神捉鬼 虎神营把握住了紫禁城 光绪一看 哎呀 不好 我的这个消息都送不出宫去了 紫禁城被守旧势力封锁了 光绪皇帝让太监带衣带赵 把这个赵书藏在这个腰带里 带出宫去找这个康有为这帮人 密照上写着 今朕为己不保 辱康有为 刘光帝 林旭 谭四同等 妥素密仇 设法相救 太监带着密照来了 康小维这帮人一看 抱头痛哭 哭了十天 我们怎么救皇上 我们拿什么招救皇上 哭了十天 没想出招来 没想出招来 皇上第二道密照来了 怎么还不救我 再不救我可就没救了 哇 又哭十天 皇上第三道密照来了 我没救了 你们跑吧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哇 这帮人哭得更凶了 圣主在危难之中 还惦记臣下 这样的圣主 我们必须要救 可我们怎么救呢 谭四同智慧的火花一闪现 找袁世凯 为什么要找袁世凯 袁世凯 加入个强学会 给咱捐了五百两银子呢 皇上刚刚把他由直立岸查室 提升为兵部侍郎 一下他就从河北省检察厅厅长升了国防部副长了 是吧 咱刚给他提升 他手下七千新建陆军 德式装备 德国教官培训出来的 是吧 兵抢马壮 只要他肯出头 救皇上沙戎禄为一和元 不在华下 唐通说我去见袁世凯去 就去见袁世凯去吧 跟袁世凯一说 袁世凯当面答应 马上就把他们给怎么样 给卖了 哥咱谁是袁世凯 咱都会把他们给卖了 你拿脚趾头都能想明白 双方实力对比怎么样 太悬殊 你说你有皇上密诏 我怎么知道你这不是乱命啊 皇上有预计吗 皇上密诏更诸笔 你这用墨笔 很多人说这是康可伟伪造的 这密诏 我怎么知道你的密诏是真是假 皇上的诏书应该由军机处罚 你偷偷拿一张小纸条 你告诉我这是皇上诏书 然后皇上让我杀人 我敢干吗 再者说了 我七千新建陆军 你让我打北京 唯一和元 这七千人进了北京城 你找得着吗 北京好几百万人 他进了你找得着吗 京城驻军不下十万 就都是虎神营这样的 我拿枪崩 我也崩一气吧 这样的 对吧 和话他不都这样 对吧 所以你让我干这 你让我干这事 等于就让我淌进那趟浑水 你把我放火上烤 我得赶紧把自个儿摘干净 所以袁世凯这个告密了 袁世凯到了天津 跟荣禄说 荣禄一听 赶紧赶回北京 跟太后说 太后一听 连夜就起价了 连夜就起价 到哪儿啊 紫禁城吧 第二天 文武百官上朝 本来啊 这个九月十五号啊 就这个 应该把皇上抓起来 但是因为九月十八号呢 日本首相伊藤伯文访华 这个光绪皇帝呢 要这个接见伊藤伯文 所以就等着 等着 伊藤伯文一接见完 太后就动手了 当天夜里 敲响锦阳钟 叫大琴 就平时啊 皇上每天 他这个见 只是见军机大臣 军大臣相当于帮干部 皇上每天见这些人 不是所有的大臣都见 所有大臣见啊 十日一朝 十天见皇上一回 那叫叫大琴 平时就是叫琴 皇上叫你的琴 那你就等着去 叫大琴 夜里敲钟 叫大琴 大臣睡眼惺忪的全来了 怎么回事啊 一进大殿 灯火通明 老太后满面怒荣的 坐在宝座上 皇上拿小马蚱跟边上坐的 就那个 胡床嘛 小马蚱 唯唯唯唯唯跟边上坐的 太后说 你看 我年事已高 本来应该在颐和园 遗养天年 这朝政啊 我不想干预了 但是呢 这皇上闹得太不像话 一干老臣们请我出来 以江山社稷为重 那我不能让祖宗的 江山毁在这败家子手里啊 是吧 然后跟大臣们说 你们说皇上这么干对吗 我 破骨 破骨 让人垂 你 是吧 这帮手叫外大臣啊 攘臂向前 就要抽火 突不清 喷火上脸上 这几个违心派啊 大臣 刚给皇上说两句好话 是吧 这就是你们这帮坏蛋 给挑唆的 拉出去 是吧 交刑部延翼 就拉出去 就下了刑部大狱了 就下了刑部大狱了 是吧 所以 皇上的背怎么样 不是软劲啊 那不软 对吧 囚禁了吗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